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入神机 播讲周弘扬 第九十四集 王超与林雅南在香港购物 可没想到竟遇到了熟人 王超眼神锐利 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叫自己的美艳的不可方物的少妇张童 于是连忙便迎了过去 这家化妆品商店位于大厦的顶层 是一色的水晶玻璃庄柜 地面新尘不染 面积很大 几乎是占了整整一层 但是却颇为安静 相对于下面很多层的商业区来说 显得很不和谐 王超一看就知道 这是高档专局 消费档次十分高 最低消费一趟都得数万港元 他在香港也住过一段时间 那是与张维比武之后和陈爱阳兄妹住了几乎一个月 陈斌也时常来购物消费 王超也是来过一次 因此有些熟悉 怎么 同姐 他是你朋友 一个少女看见进来的王超 惊讶的几乎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 张童身边的几个女伴都流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 因为王超进来的时候 是一嘴爆发户的口吻 令这些贵族大小姐很是鄙夷 都想让工作人员赶人出去了 但是却没想到张童居然认识这个粗鄙的爆发户 这里是女人的天堂 也是一个上层的社交圈子 言谈举止都要有气度 爆发户是很容易被赶出去的 张童看着王超身后的林雅南 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可琢磨的意味 但是随后一闪而逝 就十分亲热的介绍起来 这位是天心集团的总裁 王超先生 是我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哼爆发户而已 一点品味都没有 童姐啊 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合作啊 你看他旁边那个女人 一身珠光宝气 显然都是刚才买的 好粗俗 那个少女声音压得很低 相隔又比较远 就连王超都没有听到 张童听罢则是笑了笑 拍了拍这个少女的手 货妹妹 这下你可就看走眼了 哦对了 你不是空手道高手吗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真正的高手 说完张童留下个神秘的语气 随后起身 朝王超走了过去 真正的高手 就在这个少女 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张童已经来到了王超的面前 你怎么在这里 王超和张童十分熟悉 见面也没什么客套 是标准的老朋友见面 说到底 王超还欠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 很多人情都没还掉呢 张童对王超的情况很是熟悉 我来香港谈一桩生意 顺便休闲娱乐一下 倒是你怎么也来香港了 我听说你那次比武战胜张威之后 就撇开公司到山东劳山开武馆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哎 一言难尽呢 王超正想着怎么解说 张童连忙伸出一个手指头 等一下再说吧 这位是 张童问的是旁边的林雅南 这是我的助手 你好 张总的大名 我在S省就一听闻了 是商场上的女强人啊 我姓林 你叫我雅南好了 林雅南是部队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 一下就摆脱了刚刚的花式状态 到底还是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唐衣炮弹所腐蚀 接人带物 刹那间便显现出精神干位 啊 原来是雅南妹妹 过来坐吧 张童微笑了一下 林雅南则摆出了一个标准的姿势 神情严肃 让张童先走 显示出良好的修养和气度 这一刹那便转换了形象 从小资花师女变成了手握兵权的解放军海军上校 师级干部 看见王超和林雅南走了过来 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那个姓霍的少女不经意的轻哼了一下 同时把两只眼睛细细的瞟了王超几下 手指还暗暗捏了几下 咯咯直响 看来刚才张童说要给他介绍一个真正的高手 他是十分的不信 不过王超并没有在意除张童以外的人 一坐下来就对张童说 我这次来香港是受了少林寺的邀请 参加他股票上市前的交流会 哦对了 少林股票要上市的消息 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不想隐瞒张童 只能见能说的都说 张童还没说话 那姓霍的少女可真惊讶了 顾不得上流社会的疏语风度大叫了起来 什么 你受到了少林寺的邀请 王超盯着这个少女 眼神看向张童询问道 这位是 张童笑盈盈的道 哦 我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霍灵儿 我的朋友 霍灵儿 这是王超先生 不但是天心集团的总裁 本身还是山东劳山内加权的馆长 霍灵儿 霍氏集团的三小姐 王超皱起眉头 思索了一下 空手到二段 但本身却有四段以上的实力 我听说过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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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夺过亚洲空手道联盟联赛的女子冠军 手底下的功夫 很是不赖 霍灵儿 此时也在思考 山东 劳山内加权管的馆长 霍灵儿 对王超的什么天心集团总裁的身份嗤之以鼻 天心集团 知识国内的 香港不知道 他自然以为是个什么野鸡公司 因为现在的社会 随便一个皮包公司都会叫什么某某环球国际亚洲什么的 但是张同刚刚说出劳山内加权管管长的身份 却令他一下子陷入沉思 好像在回忆着什么 就在霍灵儿思索的时候 张同却是惊讶不已 你是怎么知道灵儿的情况的 我和陈氏集团的陈爱阳先生是好友 他的妹妹陈斌在香港有房产公司 本身也是太极圈的好手 谈话时偶尔谈起过霍小姐 你刚刚一提 我便想起来了 霍灵儿的情况 王超的确是和陈斌偶尔闲谈的时候了解过 这位三小姐是香港华商总会主席霍先生的孙女 属于是大富豪女 但是本身却非常暴力 喜欢打打杀杀 在美国学习正宗的空手道 有一身硬朗的功夫 刚才王超听张同一介绍 就看这个女孩的面孔非常精巧 也很漂亮 但是手臂骨骼粗大 手掌粗糙 有许多老皮剪子 就知道他必然是经过非常刻苦的练习 哎呀呀呀 霍灵儿突然惊叫 站起身来 几乎是张牙舞爪一般 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此刻 他的眼睛里面明显是闪烁着金色的星星 你就是打死日本舞蹈天才 叶璇的青岛劳善内加广馆长 行医大师王超 王超一听 就觉得很是奇怪 怎么 我打死叶璇的事情 连香港人都知道了 叶璇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酷得要死 在日本的时候 我见过他 不过他的功夫还真是厉害呀 一出手就要把人打残废 你居然把他打死了 难怪你和陈爱阳哥哥是好朋友 霍灵儿的眼睛 此刻正上下了 曹王超大量 明显显现出跃跃欲试和崇拜 就好像一个疯狂追星的 非主流的小女生似的 王超大师 希望能向您请教 突然 霍灵儿神情变得凝重 小女生的气息一收 鞠了一躬 仅微微的显现出高手的气度来 不过王超一眼看去 便知道 霍灵儿的汗毛皮肤 虽然紧张崩起 但是却没有明显的炸起来 显然是知恋外家硬工 不懂那家精药 张同见霍灵儿这样 摇了摇头 开口道 灵儿 这里是商业大厦 如果让狗仔队拍到 会很麻烦的 剩下的几个女伴 连忙拉住了这个暴力的少女 同时用更加精气的目光 打亮着王超 可哪想到霍灵儿 却全然不顾 正色的说道 没有关系的 王超大师 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那边有空间 很僻静 能指点我一下吗 王超看这个霍灵儿 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吃 便点了点头 好吧 太好了 霍灵儿立刻跑到前面带路 让王超跟随着他走出了贵宾区 哎 你们不要过来啊 我和王超大师一下子就过来的 让他们去吧 张同对着林雅南和其他几个女伴说道 转过几个水晶玻璃端区 果然出现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僻静场所 王超大师 请了 霍灵儿一站定 在居一躬 拉开架势 一拳护胸脸 另一拳 则突然斩了下来 空气一拉 居然出现了扯破的声响 王超 微微一愣 好功夫 纯外功 就能把力量炼透 打出爆空的声音来 这个女孩 是人才啊 随后 王超 伸出两只手指 一下便夹了过去 不差毫厘的 便夹住了霍灵儿 披下来的手腕 霍灵儿 见此 用力一抽 哎 居然抽不出来 王超的两个手指头 就好像个钢钳子 霍灵儿连抽几下 抽不出来 就已知道了王超的厉害 突然身体一软 竟然败了下去 王超师父 希望您能说我为徒 王超大吃一惊 什么 收你为徒 这才刚刚见面 就拜师 未免太儿戏了吧 他现在觉得 这个少女是 非常的难缠 可霍灵儿的态度 却十分坚决 你要不收我 我就不起来了 您打死了叶璇 逼得广东三虎之一的 张薇师父跳海 又打死了小逼圣 徐震师父的大徒弟 徐震连找你报仇都不敢 而且 陈爱阳哥哥和华欣慧比武 都要你在新加坡代劳 您的武功 天下第一 我早就听说了 希望您真的能收我为徒 王超突然感觉到很麻烦 就刚刚上来 无意间碰到张童 可谁知道 就遇到了这个难缠的女孩子 不过 这个女孩子 好像是我的粉丝啊 好了好了 你起来 我还有事情 你若真想拜我为师 就去捞山吧 你的空手道练得很好 但都是外面的功夫 没有掌握到那家的秘诀 我现在就传你一首那家秘诀 你在半年内 练得好 就去捞山 如果练不好 那就不要去了 王超突然想到了一个摆脱纠缠的方法 什么秘诀 霍灵儿喜滋滋的站起身来 我看你的手掌 腿壁关节都很粗壮 皮肤也不好 这是练武的效果 化妆品是没用的 你看看我的皮肤 比你细腻吧 说完 王超伸出拳头 突然一发劲 顿时 寒毛根根榨起 鸡皮疙瘩好似一颗颗铁黄豆 密密麻麻 恐怖非常 这是怎么做到的 师父 霍灵儿竟名正言顺的叫起师父来 王超见此连忙说道 哎 你先别叫我师父 这是所有内功的精药 内功的精药 就是利皮毛 你练到我这个样子 皮肤上的老皮就会脱落 变得光滑 骨节也会缩小 密度会变大 才能成为钢筋铁骨 那怎么才能利皮毛 利皮毛 先要利丹田 利尾锥 王超想了想 丹田是人的小腹下面 要感受利丹田 先要从小便感受起 人小便的时候 最容易打颤 一打颤 全身的皮毛就立了起来 同样 人在大便的时候 钢门牵动尾锥 也容易炸毛 任何权术内功 都是从大小便开始领悟的 你回去好好领悟 别说粗鄙 事实就是这样 王超的话 虽说粗鄙 但是却把全数的精药 一语道破 比什么冻水火呀 气沉丹田的全精 是明白上一万倍 霍灵儿听完 先是脸一红 随后想了想 认真的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难怪很多师傅都不教我 是说不出口的缘故 在中国 不管练武不练武的人 都知道经典的四个字 那就是气沉丹田 但具体什么是气沉丹田 就算是个练家子 一万个人里面 知道的也就那么十几个 丹田是个很玄妙的东西 他既不是人体的器官 也不是肌肉骨骼 人人都知道 但是人人都不知道 具体到底是什么 王超刚才告诉霍灵儿的 正是正宗的那家精药 那家全数 其根本就是皮毛药工 皮毛工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气沉丹田 提杠动为追 丹田不是小腹 而是小腹下三寸的地方 和下阴紧密连接 人常常小便一颤 全身猛的哆嗦 皮毛直立 宛如斗鸡 那就是无意之中 做到了气沉丹田的缘故 尿液下沉 排出体外 牵动了气的下沉 气一下沉入丹田 皮毛就攻 同样的道理 人大便时 牵动肛门肌肉 无意之间 可以惊奇尾追 皮毛也能直立起来 丹田尾追两处 其实就是牵扯人体的两大主要经脉 那就是传说中的人都二脉 王朝告诉霍灵儿 从大小便中领悟那家经料 那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是再为清晰透彻不过了 如果碰到别的全师 就算明白这个道理 也不会讲出来 因为这太粗俗了 讲解也就是多说些什么术语 像气沉丹田 石腹 懂水火之类的 半懂不懂 玄之又玄的理论 再碰到明白一点的 耐心一点的 最多讲道提纲 然后就让你自己去领悟 领悟到了 算你天资聪慧 领悟不到 那就是你没有资质 其实人的资质都相差不大 重要的是 师父明不明说 再加上你后天努不努力 用不用心 入不入神而已 这那家的经料 如果要讲明了 实在是太粗俗 所以在历代很多权术门派中 都是传男不传女 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古时候 男女礼教森严 说话都要小心翼翼 哪能当面说什么大小便 下阴 西纲 这种明白的词 霍灵儿筋骨粗大 一拳斩出 能破空爆响 这令王朝很是好奇 能斩破空气发声 这说明已经是得到了 积极发力的要剧 对于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来说 简直是十分难得 霍灵儿学的是空手道 讲究关节 勤拿 破砖等硬工作 不动养生 不调内脏 不利皮毛 专练筋骨肌肉 这样一来 威力虽大 也很容易起到效果 但是却十分的伤身体 完全是格斗杀人 搏击的一门手段 这样纯粹的 以格斗产生的功夫 最为经典的 就是泰拳 拳击 摔跤 散打 跆拳道 柔道 这些功夫 练得快 剑效也快 往往在格斗之中 能取到十分良好的效果 尤其是泰拳 训练艰苦 同时配合药水擦血 把自己的手肘都练成了钢筋铁骨一般 一下就能使人致残致命 但是人的身体巅峰一过 体力就不行了 可是这些拳术的 技机都十分恐怖 如果是练到巅峰的高手 简直就是杀人的机器 碰到这样格斗型练到顶点的高手 就算是那家的暗精高手 也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 当年在上海 威名赫赫的鹰爪王陈子正 就曾经被一个泰拳高手踢到头部 晕死了过去 当然那场比赛都是戴拳套的 鹰爪王顾名思义 功夫全在爪上 你戴上拳套 那就等于是游戎浅探遭虾戏 虎落平原被拳起 但是这也间接的反映出 纯粹练筋骨肌肉杀人技巧 不养生的人也是十分恐怖的 只练杀人搏击剂 见效很快 当然真正的泰拳大师 除了练筋骨之外 还尖练瑜伽的呼吸法 所以泰拳手基本上都是信佛的 霍灵儿的空手道拳法 手掌细简密布 而且还带有一些药水的气息 显然是得了真传 连筋骨的都是有相应的药水传下来 也就是所谓的传功先传药 不过这个霍灵儿的品行 思维 想法 王朝都不知道 连见面都是偶尔遇到的 当然不会把具体的功夫传给他 只是给了他一个基础理论 让他自己去捉摸领悟 这就好像一些武术大师写书一样 写出理论来 让你明白是一回事 练不练得出成就 那就不管了 不过霍灵儿显然是听懂了 愈发的崇拜起来 拉着王朝是问这问那 恨不得巴着不走 尤其是问到少林寺的事 话语如珠 很是兴奋 好了 内功经药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回去领悟吧 有了成果 就去捞山找我 我会正式收你的 王朝在心中 长长的虚了口气 要摆脱这个缠人的少女 还真是麻烦 霍灵儿显然是王朝的粉丝 见王朝出去 便牛皮躺死的跟在后面 师父 听说少林寺的永信方丈 和很多武僧都来了香港 你是他们邀请来的 不知道你见过他们没有 他们武功强悍不强悍 你和他们交过手了没有 王朝听完 心中暗道 这个霍灵儿 对江湖上的事情很熟悉 我打死叶玄 斩张威 就连新加坡替陈爱阳比武的事 他都知道 这个女孩子 刚刚见面就这么开朗 当然 王朝是不会对这个 初四见面的少女 说起自己刚刚打死打伤了 少林寺两个大长老的事 以及今天早上 还顺便解决了一个 号称少林俗家弟子的 第一高手的国家罗汉 第九十四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